好的 在這樣的氣氛當中 中國大陸跟他們的鄰居印度 最近又有一件事情有一點緊張 據了解跟最近一檔印度的電影有關 我們邀請TVBS駐北京特派陳韻文 帶我們進一步了解 好 先來看到 這是關於中印關係的問題 現在在印度一部熱映的電影 就叫做是印度人 它是以這個在2020年 發生在加勒萬河谷的 中印邊境衝突為背景的電影 是指說有六名印度的年輕人 到中國去執行一項秘密的任務 而且這部片的製片人 還公開的呼籲要印度人團結起來 並且還指控說 中國侵犯印度的領土 因此現在在中國大陸這邊的官媒 環球時報就很生氣 發了一篇社論 就是嚴重的批評 說這部片已經不是單純的愛國電影了 而是一部反華宣傳片 他們還說這電影當中 中國被毫不掩飾的刻畫成了壞人 印度的敵人 因此批評這不是什麼愛國主義電影 而是在宣傳仇恨的狹隘民族主義的電影 而且還提到說在中印衝突之後 印度開始不少這樣的抗中神劇 那他們認為這個成為了印度的毒雞湯 因此喊話希望印度可以感受到中國的善意 不過我們就來看到是還有一些蠻就是比較激進的愛國的網友 也還管很寬的說 希望印度要下架這部電影 不過也是有一些網友是反酸說 中國自己拍了一堆抗日神劇 現在印度拍個抗中神劇 怎麼就生氣了 而且不管如何 印度畢竟是現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這個市場是非常龐大的 好像小米就宣布了新的在印度布局的計畫 我們這次把鏡頭交給韻文 好 現在看到是因為中印之間有一些邊陣的衝突 而且在印度的民間出現一些反華的情緒 所以現在那個小米手機在印度的市占率 是跌到剩下了百分之十六 被南韓三星的這個手機的市占率百分之二十給超車了 尤其再來看到是先前的印度官方還針對小米說 違反當地的外匯管理法是涉嫌到逃稅洗錢 因此凍結小米這個人民幣高達四十八億的資金 這等於是小米他們去年在全球將近六成的利潤 是還蠻大的一筆資金 甚至還傳出小米在印度近期有大規模裁員的情形 不過我們來看到是小米目前是沒有要放棄印度的市場的 因為包含了八月份要在印度推新機之外 也將打算在明年要擴大他們在印度的 目前是一點八萬家的門市數量 並且強化跟這個經銷商通路的合作 我們就還看到是因為根據數據顯示 今年小米在印度的這個銷量 來自這個零售電的實體通路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四 那剩下的都是在線上的電商的通路 但是反觀對手這個三星他們有高達將近六成的銷量 都是來自實體門市通路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是根據這路透指出說 小米的印度總裁表示他們在電商已經要保多年之後呢 要轉向來提高這個實體電的這個相關的通路的管道 好像是他們說很多的通路呢是在外面掛了小米logo 但是電內呢卻放的是對手的這個手機擺了更加的明顯 這部分他們必須要來解決之外 就是呢要擴大這個招募的這個銷售人員 預計明年要達到一點二萬名的銷售人員 是現在的兩倍之多 那也確實來看到是目前印度的手機的銷量 有高達四成四是電商沒有錯 但是更多的是來自這個實體的門市通路